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呢,我们要来做出这个根号n的长度 那当然,我们利用必识定理 例如说想要做个5 可以用横1数2就做出根号5 但如果要做出根号7 那这时候呢,就没办法快速得到 今天呢,我们借助这个半圆 就可以快速制作根号7 只要画一个圆 它的这个直径呢,就是1加7 那从这个1这边呢,再往上做个高 诶,跟语言相较这个长度 就会是根号7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先将左边三角形旋转 接着再做个缩放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OC比OB就会等于OA比OC 此时再做个交叉相乘 我们就有OC平等于OA乘OB 但是OA的长度是 OA的长度是7 OB的长度是1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OC等于根号7 随着滑杆的拉动 我们就可以得到 长度为根号N的线段长 对于这课件制作 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绘制图形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滑杆 来旋转缩放 说明图形的相似 第三部分就可以通过滑动条 让这些提示逐一出现 好,鼓励你动手先想看看 再听我们后续的解说 再听我们后续的解说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